急诊重症病房 简称EICU 是急诊室 希望和绝望 交吃最激烈的地方 与抢救室不同 这里都是长时间 徘徊在生死钢索上的 重症病人 需要24小时监护 先把四床弄好 四床要死了 盐水100去加两只 多半十只 希望现在都放一只 现在现在 有人将会回到 生的那一段 安全出院 有人却走向了另外一段 这个很大力 每天下午三点 重症病房会开放 30分钟探视时间 为了把亲人 拉向生的那一段 家属要把每一分钟 都用足 拼命鼓励病床上的亲人 11床的华梦霞 刚刚考上医学院 还没能入学 就和妈妈一起 遇到了车祸 她的伤情非常复杂 需要多次手术 父亲每天下午 三点都会来对她 进行励志演讲 要漏光 生她的漏光 手也不能动 脚也不能动 脚也可以动 手也可以动 嘴巴也可以动 但是 为女儿演讲 为女儿歌唱的华爸爸 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就是和华梦霞一起出车祸的母亲 已经过世了 当时一辆大火车 撞上了母女俩乘坐的摩托车 到了医院以后 我先看了一下女儿 看了一下女儿 女儿还好 她的摩托车边 这几个医生都得抢救 抢救她 医生说 这个不太行了 这个不太行了 我跟医生说 你麻烦一下 请你再搞一下 她说 真的不行了 搞不理了 父亲独自承受着剧痛 在女儿面前 她一点伤心都没有表现出来 这里她一声说 很快点 再等过几天 其实你自己要保养好 心情好一点 都想一想 是吧 都想想 宝贝的画 我给你写了 写的你可以看到 越开心 就是这里挥霍得越快 人生正能量 就是唱歌的 人生正能量 这也经常也是正能量 每天都要高兴的 脚动动 手动动 我脚也有 手也有 这点算什么 你说是吧 那就好得快了 你说是吧 好 早晨 这里唱歌也没听到 唱歌 就是高兴了嘛 高兴了嘛 什么事情 昨天解决了 晚上我也会来唱 唱几句给你听 唱歌嘛 心情就好了嘛 是吧 心情开朗 最要 面对现实 不是现在摆着没办法了 你说是吧 最要难心地等待 好了就马上 马上做手术了 是吧 爸爸每天都在 OK 11号 他现在就是等着 接下来就要做手术 黄沐侠这个病人 当时是一个车祸伤的病人 他大腿的根部 腹膏的位置 有一个严重的使脱伤 然后伴有右侧的一个 骨骨干的一个骨折 合并也有骨盆的一个 双侧的一个持骨 上下肢的一个骨折 病情还是非常的危重 怎么了 小妈妈了 你妈妈今天没来吗 她也出车祸了 她也出车祸了 是不是跟你一起出的 一直没来过是吧 是小妈妈 是小妈妈 别过来 你妈妈也想你 是不是 没有办法的 好 哭都不好看 人家大胃不恢复 小爸爸印象恢复的 不要哭 你刚才会听话 是不是 要哭 是不是给妈妈写心了 是不是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好多了 没有 你爸爸没跟你讲吗 你妈妈经常去看她 她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不要哭 你自己吃 你很坚强 是不是 好少养就快点 好养就好养 是不是 女儿不敢当面问爸爸 爸爸也绝口不提 两个人在这追心的秘密中 等待着最重要的一次手术 等待着最重要的一次手术 孕子的女儿出世时 父亲并不在身边 18岁的孕妇侯文艳 独自一人回家时 被抢劫犯疼了六道 被抢劫犯疼了六道 我看她的孕妇 我看她的孕妇 她的孕妇 六个 这家孕妇那个吧 对的 她都是拿那个 折叠式的水果刀扎的 所以扎得很深 手就不大 但是身上 而且扎她的那个 十九岁 啊 这干嘛呢 从前面就是 没钱回家 现在就受不了 好 哦 哦 好了 先吃马上就好了 好了是吧 好 你家人过来了吧 过来 都在是吧 好 宏文艳家属 宏文艳家属 你是她什么人啊 我是她 她是我儿媳妇 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在老家 那打电话 叫她们要来一下 你没有她的号码 我没有她的号码 我没有她的号码 你没有她的号码 这是你儿子 那你呢 那怎么可能啊 你们怎么会都没有 你们儿媳妇的 爸爸妈妈的号码呢 整个老家的贪恋 那干嘛 那你去快 你来你进去 问她一下号码 然后现在赶紧打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 是非常危急的 有一个失血性的休克 那么患者呢 出现了 两上肢的发麻 和一侧 右下肢的不能动 歹徒又在他身上 刀砍了五六刀 而且是在颈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发生颈随 就是这个神经的损伤 高位颈随的损伤呢 可以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 所以当时呢 我也是比较的焦虑 那我个人认为 亲生父母 是最最关爱孩子的人 所以我坚持 要让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和她的亲生父母到场 来了解她的病情 来共同的关怀 和照顾这个患者 姑娘 我把你男朋友叫进来了 就是你把你爸爸妈妈的号码 跟他说一下 让他们过来照顾你 因为你可能时间还比较长 你不知道 想不起来 手机里有没有 没有 你上次给他们打电话 这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了 你跟你的家里 所有的人都不联系 为什么呢 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可以知道吗 没有一位直系亲属 没人知道联系方式 十八岁的侯文艳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而化学权的秘密 快藏不住了 中秋节当天 是团圆的日子 女儿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爸爸 妈妈在哪里 你不想见我这里吗 你不想见我这里吗 我的妈妈不知道 你哪里 不知道也可事情 这是什么 我的妈妈 正好 等等 眼睛 没有了等等 就好 因为我对我跟他感觉到你就是 刚开始那几天你跟他接触 就别接受不了人的感觉 所以就很想做 儿子爸爸不找我 儿子爸爸不找你 我没帮忙帮你 帮他帮他帮他你没记忆 所以我没帮你 并并哥哥不得我帮忙帮你 KD你帮我 给我个哥哥的也是大事 那可是天大的事 他说我现在都还好 那下次 你给我拍几张照片 化学权不能在中秋节告诉女儿 妈妈去世了 但她似乎永远都选不到合适的那一天 问了几次 她说妈妈去哪了 我说妈妈去宁波第六 什么医院主任 我说你每天都很开心的 每天都很开心 好 开心的话 你一号来去看你的母亲 花梦霞接受了爸爸的谎言 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妈妈 你好吗 今天是中秋节 团圆的日子 结果一下子 各奔东西的感觉 有点失落 妈妈 中秋快乐 你有吃到月饼吗 可能没有吧 没关系 等你病好了 我们一起吃 直到夜 她今天看着怎么颜红红的呀 没休息好啊 哭啦 哭什么嘞 小妈妈哭 不要 好了以后我再看她呀 对吧 自从发现重症病房的消防通道门 靠近女儿的床 化学权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唱起首歌 希望女儿听见后 能充满活下去的力量 中秋节这晚的歌声 却有着藏不住的哀声 穿穿穿风雨不能足够 总有云开是处是河 万丈阳光照着你我 我 雪花飘飘 白风晓晓 天地 宜人 苍方 一戒 爱 好 年 几 愚子 愚 眼 鸟 眼 一 眼 白 几 即正是奔放你,只有一個人 他旁邊沒有親人陪伴 我唱歌的話,他能聽得見 家人在陪他 因為我覺得親人也在旁邊,安慰他 在警方的幫助下 護士聯繫到了侯文彥遠在河南的父親 你好,我是第六人民醫院的 我想問一下,你認識叫侯文彥的嗎 你是他父親啊 你好,我這裡是第六人民醫院抢救室 你能到我們醫院來一下嗎 他現在受傷了 被人家刀刺的,所以你趕緊過來 你爸爸 我兒童 天嬤 被人家打疼了 沒有那麼多打疙瘩我想給你打疙瘩 六打疙瘩 打疙瘩不可能,我女兒不可能這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不如我付了醫藥費 醫藥費多少錢 醫藥費沒關係的 醫藥費沒關係的 我們醫院先複製,這個都不急的 嗯 你讓你爸爸趕緊先到這裡來 不是 不是,你現在趕緊過來 父女倆失聯一年多 波通的第一個電話,竟是在女兒生命最危急的時候 父親在趕來的路上 侯美妍必須做CT檢查 來確診脊髓有沒有受損 身中六刀 萬幸沒有刺中腹骨 但CT檢查的輻射還是會上到胎兒 這個沒出事的孩子 不得不為保住媽媽的命,犧牲了自己 我們雖然CT做出來 另外,頸椎是沒有發現它有骨折 另外一個也要有一定的時間來進行觀察 那麼看看他到底頸椎有沒有受到了一個損傷 那麼這個患者後來受到我們的EICU重症監護室繼續的觀察 侯文彥的父親侯希良連夜奔波 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上海 一年多沒見面 她將如何面對重傷的女兒 一年多沒見面 醫生給我一打電話 她說你受了舞蹈 爸爸跟人家飛舞的胡鴨給家長載來了 給家長載來了 飯沒吃 我很多做活的都說出來 爸爸這樣 你不上誘,你不花錢呀 我啥都沒以過你 你不上誘,你不過你媽 我發誘話 你飯也好 不飯也好 那把你拿來 懂了嗎 你走到那時候了 你沒給你媽發一個信息 能不能給你媽打個電話 我变不了头 我只有比你吵架 你没认识还是 你骂我也好 罚我也好 我不生气 我第一个 你妈和你结婚 我叫你给你妈打电话 你第一句就是不论头 不同意 你叫我不同意 我来上来 我到死 一趟不认 我几个都没打得见你 我只得我得走 我只得我没有你的 他颈椎这地方 确实是有刃带 是刀刺的损伤的 但这个损伤本身不重 而且他现在 没有神经症状什么的 这些状况都表现都比较好 血色素也不低 那么等他这两天稳定了 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考虑回去了 回去以后有两步 应该就是养几天 然后过来坐营场 当然这次由你们自己决定 时间拖得越久 引起来越痛苦 这个小孩可能会有问题 但不是百分百一定有问题 知道吗 如果你们想比较安全保险的 那么就照顾光孩子不要 但不是说你照顾光 这个孩子一定会有问题 等免责痛女儿 背地暗暗落泪 侯锡良是典型的 不会说爱的中国式父亲 在女儿最大一次手术结束之前 不能告诉他妈妈不在了 化学权是典型的 所有痛苦自己扛的中国式父亲 亲戚朋友都过来了 跟他聊聊天 说说话 心经就分散了 分散了就对他的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手术之前 化梦霞在日记里说 今天很多人来探马 很开心 马上要手术了 和妈妈一起加油 黄门墙的第二次手术 9月30号的 骨盆切腐力股手术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手术不成功 或是不做这一次手术 他可能永远站不起来 并且还会影响 他的生育功能和排尿功能 实际上只有爸爸和他一起加油 化学权独自一人 承担着失去妻子的剧痛 也承担着即将影响女儿一生的手术 而另一位父亲 承担着女儿深深的抗拒和误解 ertain wish Rahman 否则 应该把様子人捕捕 fern成功ibility 还是军了 否则 足行 赛 查理 爸爸就你这一下 爸爸几年都过不了了 知道吗 原来给你放吗 给你妈咱俩活了就给你一个 爸爸太长黑了给他饭都 都不想吃 知道吗 嗯 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 你听话在这儿吗 嗯 就要妈进来吧 嗯 就要妈进来吧 嗯 我就进来吧 红门燕没有接受父亲的嗜好 匆匆结束了与他的对话 还是跟男朋友的交流 会更加轻松和亲近一点 那不怎么样啊 只是一个怪 再来 我看见那个医生 那里避充了 成型了 好了 那妈妈 听话再诱一吗 她跟我讲了 早给你讲了 她把她通讯在那里 你妈怨言就通议 跟 只是你不知道 电话也不打 星期间也没回 那妈把那妈过几天就走 没时候跟那妈打电话 要不跟那妈打一个 男友的话 让侯文艳若有所思 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的少女 没有给父亲太多 沟通的机会 如果不是女儿重伤 愤怒的父亲 也没有想过主动沟通 一个明明想家 一个明明想女儿 却都卡在曾经的过节中 与女儿和解 成了侯锡良 现在最大的责任 是因为 文艳若爸爸哭 是因为 让文艳和家里打电话 文艳摇了摇头 不同意 文艳爸爸怕她一走 文艳从头又再也不 跟她联系了 所以让我们替她缓和一下 然后让文艳和家里打个电话 原谅父母 你爸洗手在外边 这个喝了 我直接给你看面见上喝了 你爸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又是不给她好脸的看了 英文上 你爸牵着一条条来这里看去 这就是对你的关心关爱 你爸也是非常挑剂 你爸心里面也是不好受 你得也能想想 理解你爸爸来上行刑 知道吧 就比如说你这次手术 要是什么 你爸爸来签字 你啥也做不成 知道吧 这等于你爸爸给你签这个字 签一个字就行 等于给你第二次生命 人得有个干干的心 知道吧 这干干的心 得知道回报 这时候想爸爸吗 想啦 这时候爸爸都一天好过都没过 知道不 知道不 那你同样了 我同意 我同意 一会儿的杨饼 跟妈 我同意 你以后 永远就给爸爸 打电话 对妈 别怕我不同意 叫你俩 向我 不吵架 爸爸都同意 妈妈和你 就为我 就为我 不同意 知道不 出了 出了 只会见我 给妈妈 打个电话 白骨 白骨 你疼了 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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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信同你 一手一打电话 5天 在家 在上来 你也知道多远 是不是 你不信任 爸爸不信任 爸爸不信任 别我信任 这一遍 就10万8千了 你打电话 爸爸也在那边来 你这个 爸爸一天没吃 今天一天也没吃 爸爸他娘 爸爸 爸爸 我也不问他 我也不是 看你以为出于困围 谁知道爸爸的男人 谁知道 谁知道 人也管人也都设到一个地方 爸爸都设到楼子里头 谁知道能别这个男人 谁知道 谁理解我 我 我跟那妈打电话 现在打个本子卖了 啥都卖了 看命 啥都卖了 你喝酒了 很多人不理解 自己打过青霉素 没有过敏 为什么每一次再打时 还要再做皮试 其实 人的免疫系统是不断变化的 之前不过敏 不代表未来都不会过敏 甚至有些人即使通过了皮试 用药时也可能出现不良反应 轻霉素的过敏 轻霉素的过敏反应 往往是迅速发生的 非常危险 过敏会出现皮肤潮红 发痒 发热 心悸 关节肿痛 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者可能会休克 甚至死亡 所以轻霉素 必须在医院注射 而且一定要听从 医生安排 接受皮试 我跟那妈打电话 就在家里奔的麦了 啥都没有了 看命 来 来 三万一左右就好了 嗯 从河南到上海 跨越千里的距离 三天三夜的守护 父亲的奔波和努力 终于得到了回应 小时候我们都觉得父亲是万能的 父亲的责任是保护家人 是养大孩子 是赚钱养家 是接受所有困难 而他们最不擅长的事情 就是表达父爱 但不表达不代表不存在 越是走在生死之间 越会发现 父亲的责任 是能够扛起我们又一次生命的 最重要的支撑 那么不管孩子怎么样 他出现了什么情况 父母都是最最关爱孩子的人 经过二十多天的休养 侯薇燕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 她也终于理解了父亲 我大概有一年没有看到我父亲 出世之后 看到我父亲大外远的 从荷南来到上海 我还说了那么多 事后也挺理解他们的 你快乐 超远了啊 给阿姨这一件啊 早就看过啊 我们会来看你的啊 我们一生只能给予黄文霞 在医疗上面的帮助 但是心理上面 静止上面 他爸爸祈祷的贡献 远远不止这些 我觉得他父亲用最实际的行动 来诠释了什么是最伟大的父爱 但至少可以 化学权同意让节目说出妻子过世的事实 但她和女儿都没有提过 她肯定是知道的 从来没有提起呢 妈妈怎么电话也不打 问也不问 就没说出来而已 说出来大家都更加爽心了 过期的让她过期的 生命有痛